第九十一集一字马 许公子 面对这个陌生的称呼 委员等人本能的在斯天剑的内部名单中搜寻 在兼证现存的五位亲传弟子中搜寻 哎 不对啊 这位白衣说的是许公子 而非是许师兄 开堂讲课的不是斯天剑的弟子 是个外人 姓许 莫非是 长公主 妙目闪烁 心里有一个胆大的猜测 她迫不及待的想去验证 同时呢 魏渊眼里露出恍然之色 也有了一定的猜测 宋青曾经与她说过 许清安是了不得的炼金术七彩 魏渊当时并没有太在意 毕竟宋青是斯天剑炼金术第一人 她口中的奇才 可能只是拥有出色的炼金天赋 短然无法与炼金术第一人比肩 甚至被称为无师 魏渊看了两位一子一眼 他们脸庞眼中有着同样的困惑和茫然 显然没有把许公子和许清安联系在一起 当日宋青说的话两人也忘了 义父 斯天剑什么时候出了一个姓许的 南宫欠柔掌管情报 刑讯 对这种突然出现的人物极为敏感 不喜欢说话的杨彦 微微侧头 看向魏渊 带着求证的眼神 两位金罗虽然忘记了当日宋青对许清安的评价 但前日江律中的话 他们还记得 委员笑了笑 上楼一看便知 张公主已经提着裙摆平平平平的灯楼 她身材高挑 比例极好 仅是背影就给人无限的美好 不需要看正脸 便知道是个风华绝代的美人 炼金术的本质是等价交换 聪明的白衣术师们 用许清安的话回答她的问题 从事物中提取出精华 便废为宝 也有炼金术师根据自己的经验给出回答 六品以下的术师没有回答 专心听讲 六品的炼金术师纷纷发言 给出自己的韧解 大多都是片面的 根据自己经验给的答案 至于套用我名言的家伙 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四天剑的理论知识确实匮乏 许清安耐心听着 没有赞同也没反对 白衣们发表完毕 齐刷刷的看向了宋青 宋青是坚政的亲传弟子 也是四天剑公认的炼金术第一人 他沉浸在炼金术领域不肯晋升 只对炼金术着迷 对高品境界不屑一顾 其他四品五品的师兄 在炼金术领域都不如他 宋青摇了摇头叹口气 宋师兄这是什么意思啊 白衣树师们心里疑惑时 听见许清安拍了拍手掌 众人当即把注意力 投向了这位炼金术奇才 许清安迎着大伙的目光 整个四天剑在炼金术领域 唯有宋师兄让我敬佩 事为可以比肩的高人 四天剑的白衣们肃然起敬 宋青微微一笑 悄悄的挺直的腰杆 许清安继续说 宋师兄的意思其实是说 在座诸位说的都对 但不全面 所以都不算对 众人露出思考的表情 许清安那侃侃而谈 炼金术是一个非常宽广的领域 在座的诸位 可能心里多少明白一些 但都比较模糊和笼统 嗯 本来呢 我只答应宋青师兄 传授一门知识给你们 结果宋青师兄 非要我连本带立的还 那我就多讲一点 讲广一点 透彻一点 这话说完 白衣树什么眼神刹那间火热起来 谢宋师兄 谢许公子 许公子 快开始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声浪一下子嘈杂起来 正好传到了 登上七楼的长公主耳朵里 她断住了脚步 没有立刻进去 而是远远的 隐蔽的 看着那个站在岸前 朝着一向高傲的术士们 指点江山激昂蚊子的年轻男人 许青安 果然是他 魏渊同步顿住 看见许青安后 表情顿了顿 便恢复如初 魏渊停下脚步的同时 气质阴柔的南宫倩柔 和面瘫的杨艳 也越过长公主和魏渊的肩膀 隐约的看见了许青安 原来江吕中说的都是实话 杨艳盯着许青安 看了片刻 微不可查的汗手 这个铜锣只能在我麾下 谁都别想讲 南宫倩柔 本来想直接进去旁听 看这小子 能说出个什么子丑眼毛 但是 察觉到长公主和义父 都没有打扰的意思 便忍了下来 原地不动 炼金术的本质是等价交换 这是提纲窃领的准则 但他并不形象 只有宋青师兄这样的炼金术师 才能体悟到这句话的真意 今天由浅入身 诸位听我慢慢阐述 提到炼金术 外行人下意识的就想到 仙丹药剂 稍懂一些的脑海里浮现的 肯定是这个 许青安说到这里 指着楚彩微青丝间的 简约手势 金属 白衣术师们微微的汗手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这只是炼金术的 其中两个领域 我把它们归类为 医学领域 材料领域 大部分的炼金术师 都只在这两个领域里钻研 偶尔会蹦到其他领域 但唯独宋师兄 他的目光 已经在另一个 独立的领域里 白衣术师们 顿时看向宋青 宋青一正 像是找到了知己 眼神骤然火热 他知道 许青安要重点讲述 自己嫁接生物的领域了 也许 这一次的讲课 也会是他踏入 全新炼金领域的 重要一步 想到这儿呢 宋青呼吸急促了起来 外头 长公主和魏渊 不由砍向了宋青 这位坚政的奇葩弟子 两人自是不陌生的 知道他总是 捣鼓一些可怕的炼金术 甚至还因此被坚政禁闭 许青安的炼金术 真的高深到这个地步了吗 能指点宋青 宋青师兄的研究方向 是生物领域 没错 炼金术不止针对死物 活物同样在炼金术的领域里 以为白衣术是其身 虽然很敬佩许青安 在炼金术领域的造诣 但这些话 违背了坚政老师的训诫 与他的理念相悖 在场的其他白衣术士 也是一脸的质疑和不服 长公主扭头 用咨询的目光 看向魏渊 后者笑了笑 我与坚政的看法一致 长公主点点头 重新看向许青安 且看他怎么说 那是因为宋青师兄的方法是错的 所以坚政大人批评了他 但他的方向没有错 他当然不会和坚政抬杠 即便他辩论赢了 可万一坚政老头不开心 混不好一巴掌 把他给拍死找谁哭去 宋青一听很不服气 但没有反驳 乃心听他接下来说什么 大家不妨回忆一下 我们从矿石中提取金属 从金属中提取更坚硬的金属 从药材中炼制丹药 但我们无法从金属中提取药剂 无法从药材中提取金属 许青安卖了个关子 为什么 药材是药材 矿石是矿石 许公子这问题好生奇怪啊 药材中能提炼金属 我们岂不是能在白米饭中提取金银 在白衣树士们看来 许青安的这个问题就仿佛是在问 为什么太阳从东边升起 为什么人不吃饭就要饿死 为什么一天有十二个时辰 白衣树士们焦头接耳 但宋青隐约间触摸到了什么 白衣师弟们吵得他脑子乱糟糟的 无法静下心来 啪的一声 宋青一拍桌子起身 宋青 吼完他面红耳赤 呼吸急促 死死的盯着许青安 你说 快说 白衣树士们不说话了 他们极少见到这样的宋师兄 同时也意识到许青安说的 是真正高深的炼金属知识 许青安目光越过白衣们 隔着老远就看到了未约心里一沉 我了个去啊 装差正齐进的时候 被领导给围观了 许青安本能的产生抵触心理 这是一种心虚 四天剑的树士们 好比一群严谨的理科宅男 他们只关注炼金术本身 不会在乎炼金术的来历 即使觉得可疑 也会自动忽略 只要能学习到深奥的炼金术 他们便不在乎其他 委员不同 委员是政治家 军事家 战略家 头顶光环一大堆的聪明人 聪明人就容易想太多 许青安对白衣术士的策略 是人前险胜 装的过于浮夸越好 而对委员的策略是表忠心 是在合理的范围内 装个无伤大雅的小叉 眼下的情况 显然不是小小的装叉 而是直接一字码了 这时呢 委员朝许青安微微函手 换个角度想 在领导面前展现自身价值 也是一种不去关注 增加筹码的有效方式啊 许青安深吸一口气 秉出杂念 让重心回到了课堂上 第九十二集 监政的礼物 这就是 我本次开堂讲课 要与大家说的重点 许青安深谙断章精髓 说到这里 特意顿了顿 微笑的面对白衣树士们 求知欲旺盛的目光 眼角余光撇了一下门外 看见魏渊注视着自己 看见魏渊身边那位 倾国倾城的美人 注视着自己 他是谁啊 竟生得如此美貌 万物之中 存在一些非常细微的物质 这些物质构成了我们眼中的万千世界 这些物质之间是有联系 有规律的 用最简单的例子解释 一枚丹药需要十几位 几十位药材炼制 但各个药材之间明明功效都不同 为什么 因为某些药材之间的细微物质特性相继 所以他们能彼此反应 融合 提炼金属呢 也是同样的道理 许清安 尽可能的用通俗易懂的措辞来表达 没有使用原子之类的化学名词 那样 只会增加炼金术士们的理解难度 在场术士眼神里闪烁着兴奋 因为他们无比清楚这些知识的宝贵 不仅他们 外头的长公主和魏渊 两人都是才高八斗学富武车之辈 越是深奥悔涩的知识 他们越感兴趣 也意识到 许清安讲的内容 在炼金术的领域是非常高端的秘书 身份高贵的公主和大宦官 就这样站着耐心听着 那本残缺的炼金密集里 记载了一个细微物质相近特性的口诀 我把这部口诀称为元素周期表 一瞬间 急促的呼吸声在大厅里回荡 思天剑的白衣们狠狠地握紧拳头 激动狂喜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宋清恍然大悟 他神色激动地站起身盯着许清安 仿佛在求证 我的活物炼金术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它们之间没有相近特性 对啊 对啊 猫和树怎么可能会有相近特性 根本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啊 你这么理解倒也勉强合理 座师兄不愧是炼金术的奇才 领悟能力出众啊 这是真话 宋清皱了皱眉 我虽明白了你的道理 但 活物间的相近特性又如何验证 活物炼金术的正确方向 究竟在哪里 问得好啊 我就等着这时候摆指你 许清安双手背负 展姿如松 宛如开宗立派的大儒 活物炼金术的方向是细胞 细胞 宋清恶然 又是一个从未听过的陌生的词 对啊 细胞 不过在此之前你得考虑做一个显微镜什么的 我也不太懂 反正不管我事 成功是我教导的好 不成功是你资质愚钝的 许清安从怀里取出一本册子 这是我送给斯天剑第二本蓝皮书 里面记载了元素周期表的口诀 我的个人注解 也有宋清师兄活物炼金术的正确方向 都在里边了 宋清迫不及待的冲过来 夺过册子如鸡似渴的翻看 开篇第一句 细胞是一个生命的开始 看着看着 宋清紧紧的握住册子 仰天大笑起来 册子里写着什么 好想知道 好想知道 四十余名白衣树式炽热的目光 看着宋清手里的册子 心里像是有猫在脑 册子里写着什么呢 好想知道 好想知道 好想知道啊 宋清书脸笑容 语气沉稳 刚才 许宁燕说过了 活物领域过于深奥 你们的境界没大 等师兄我参悟透彻 自然会代诗传授 这个诗 指的不是许清安 是奸证 所有人都注意到 宋清握紧 册子的纸节微微发白 他内心的激动远比 表现出来的强烈 化学包含的领域方方面面 比如电化学 核化学 量子化学 许清安自己也是一知半解 不打算再讲下去了 也不好把肚子里的存货 全部一口气的给掏光 他们又不是福香 不值得他庆囊相守 等价交换这种事 要细水长流 哗的一声 白衣术士起身 动作整齐化衣 朝着许清安坐衣 谢宋公子传授证人 门外 长公主目睹着一切 神色微微恍惚 四天剑的术士 对一位武夫行弟子之礼 恐怕是四天剑 建立以来破天荒的第一次 仅凭此 许清安这个人 就足以在史书上 留下寥寥一笔 宋清吐出了一口气 拍了一下身边 楚彩薇的胳膊 师妹 长公主找你来了 宋清早就察觉到 魏冤一行人到来 在场就他一个人 修为最高 不过来了就来了 宋清可不会因为 长公主的出身高贵 和魏冤的滔天权柄 就破坏课堂的节奏 因为不管是 长公主的高贵和美貌 以及魏冤的权势 都是俗物 楚彩薇一听 惊喜的扭头 果然看见了风华绝代的长公主 许清安急不上前抱拳 魏冤 委员笑了笑 睡意身边的华美长裙女子 这位是长公主 近距离观看 许清安被这位 风华绝代的长公主的颜值 惊艳了一下 抱拳 谢长公主举荐指纹 李玉川与他说过 能进打羹人 是长公主举荐 许清安可以不提这件事 但提的话 会给长公主一个 知恩图报的良好印象 长公主微笑汗手 声音悦耳 炼金术秘籍 是卑职 又年时德语高人指点 传说了一本炼金秘籍 许清安回答 接下来呢 如果长公主或魏渊 提出要看 他就说自己不慎遗失 但内容都已经 记在脑海里了 靠着相同的知识 飘完四天剑的白衣 再白飘一次 长公主和魏渊 谁知道 长公主只是笑了笑 便不再多问 此就说的不错啊 这位公主有点东西的 至少是个 很聪明很聪明的女人 真漂亮啊 身材也好 许清安目不挟使 游女怀芬芳 提提不东乡 峨眉分翠雨 明眸发青阳 灰阴灌白云 声响刘四方 妙哉应爱得 一配许其安 经过了刚才的讲课 魏渊队这位小铜锣 更加的欣赏了 嗯 你随我一起去见监政吧 啊 见监政 术是巅峰的监政 许清安呼吸 不受控制的急促了一下 摘星楼的顶层 是平台开阔的八角台 一块块厚重的轻石 拼凑而成 许清安跟着魏渊 来到八角台 看见坐在桌岸边 背对着他们的白衣尖正 白发如霜 白衣胜雪 这老头的背影乍一看 平平无奇 再细看 会发现他远在天边 渴望而不可及 你来了 苍老的声音传来 不知是不是错觉 许清安产生一种 他在跟我说话的虚幻认识 我来了 并角双白的魏渊 走到八角台边缘 位置正好与监政平间 许清安不是官场小白 看到这一幕 心里吃了一惊 魏渊竟然谈耳黄之地 与监政肩并肩 许久没有下棋了 监政大人 可否陪魏某手谈一局 监政没有说话挥了挥手 岸上凭空出现棋盘 两合棋子 魏渊笑了起来 甩开轻一下摆 与监政相对而坐 哈哈哈哈 金政大人这段时间 可有在专心看人间 魏渊落子 顺势打开话题 年老婚化 看不清了 监政说道 随之落子 两人半天没说话 专心下棋 地宗到手 入魔了 无极必凡 功德成仙 岂有那么简单 魏某收到消息 有万妖国余孽 潜伏在京城 都是小角色 魏渊文言 放心地点了点头 又下了一阵 魏渊语气 随意地说了一句 没记错的话 仁宗是十九年前 搬来皇城 之后陛下苦求先到 天地人三宗 不予理睬 监政沉默不渝 最近万妖国余孽 在京城周边 有所行动 再过三天 便是陛下祭祖的日子 监政 可要好好看着京城 云州匪患 越来越严重了 陛下无金剿匪 让人忧心啊 睡隐暗幕后的炼金术师 监政可有看法 两人落子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最后几乎连思考的时间都不需要了 直到黑白棋子布满了整个棋盘 平局 监政挥了挥手 让棋盘消失 抬起了沟壑纵横的苍老脸庞 凝视着魏渊 当日你修武道 我曾预言大奉将出一位二品 可你最后自费了修为 没意思 为何不走如道 与白鹿书院的读书人 凑不到一起 无趣 二十五年前 本座问你 可愿做我弟子 魏某无心术师 监政 漠然片刻 精彩绝伦 小友替我教导学生 我也赠小友一份礼物 第九十三集 三号不愧是读书人 还有这种好事 许清安一脸恶然心说 监政大人 您不会也掏出一面镜子 然后跟我说是兄弟就加入天地会吧 他还在愣神间 呼听耳边传来破空声 望向楼梯方向 以黑一金两块铁托子 急射而来 呼啸着掠过两位金螺和许清安之间 飞向尖正 两块铁托子在飞行的过程中融化 变成明艳艳的铁浆 泼水式的泼向尖正 两股铁浆交融在一起 勾勒出长刀的轮廓 蒙蒙水气凭空诞生 硬核脆火 等落到尖正手里时 已经是一柄长刀的刀胚 尖正握住刀胚 另一只手在刀身一抹 一边按金色的长刀 变成了刀身色泽内敛 刀锋锐利 尖正屈指一弹 这口刀胚飞旋着落在许清安面前 切豆腐一般切进了青石板 不用刀的两位金螺 盯着这口按金色长刀 目光火热 许清安的三观受到了强烈冲击 这是炼金术 这明明是魔法呀 炼金术不应该是在 瓶瓶罐罐里提取分离物质吗 许清安三观受到了强烈冲击 震惊之余 许清安意识到坚正露这一手 仅仅是赠送礼物而已 不 他是在打我脸 他在跟我说 小伙子 你对炼金术一无所知 这口刀的外观 介于前世的唐刀和太刀之间 比唐刀要弯曲 比太刀要直 刀身修长 打四尺 低调射滑内敛 但又很炫苦 还不谢过坚正 谢坚正大人 按耐住内心的喜悦 许清安脱下袍子 裹住刀身 提在手里 这刀锋芒太盛容易伤人 伤己 有了这把刀 我的战力至少上升一个台阶 不不不 两个台阶 许清安暗暗兴奋 魏渊朝监正坐一 领着三个手下离开四天间 下楼时 许清安遇到了初采薇和长公主登楼 似乎要上八卦台 在魏渊和长公主等人的注视下 他拉着初采薇的下手 登登登的走向一旁 许清安提出约会邀请 晚上有空吗 我请你去桂月楼吃饭 谁知道 吃货初采薇一口拒绝 晚些时候要入皇城 竟然卸在长公主府上 长公主府里 有吃不完的糕点和佳肴 桂月楼的饭菜虽然好吃 可怎么能与皇城的厨子相提并论呢 哦 这样啊 明后两天要职业 大后天是皇帝祭祖的日子 大更人要负责安保工作 许清安想了想便说道 那等陛下祭祖之后 来我家吃饭 他想着 干脆直接智取简陋板鸡精吧 桂月楼的消费还是有点贵的 初采薇想起来了 你下面条给我吃吗 哦 嗯 他也点点头 许清安露出笑容 静候佳音 两人分开 初采薇领着长公主登楼 许清安随着魏冤下楼 许清安抬头看了一眼 恰好看见长公主在注视他 两人目光交汇 许清安咧嘴一笑 长公主面无表情 等看不见许清安的身影后 他轻轻的撇了一下嘴 沿途碰到一位白衣 许清安把黑金刀交给他 嘱托对方交给宋师兄 祝饼 明日他要过来取 出了观星楼 魏冤进入车厢 杨燕看了眼许清安 抓了招手 回家车吗 许清安摇了摇头 正经人谁开车呀 杨燕点点头 把马江交到他手里 自己进了车厢 啊 许清安一头的问号 愣了一会儿 才反应过来 面谈领导这是要培养他呀 八卦台 楚彩薇坐在八卦台边缘 穿着小皮靴的脚丫子 凌空晃荡 怀揣着一包蜜饯 津津有味的吃着 长公主站在边上 裙摆飞扬 翩翩如仙子 长公主声音清零月耳 监政 本宫一直有个疑问 公主请说 监政老头举着酒杯 目光总是在看向远方 人宗搬入皇城 苦惑父皇修道 十九年来不离朝鎮 云州匪患南平 各地灾难频发 朝廷对南疆的掌控 越来越薄弱 北方各部狼子野心 大风内忧外患 您在等什么 许久没人回答 长公主回头一看 监政眯着眼睡着了 楚彩薇没好气地说 公主 你别理这个糟老头子 年纪一大把了 能活几年是几年吧 长公主看了她一眼 思天剑就一个女弟子 所有人都宠着她 也就她敢这么说奸证 长公主换了个话题 你和那个铜锣很熟 楚彩薇 眯眼笑 月牙似的眸子 那 喜宁也是个人才 说话又好听 我觉得她挺有趣的 养生堂 在周边住户里 静等了两天的恒远大师 终于等来了一场 一位穿绿袍绣鞍唇的九品小官 领着一群工匠进了养生堂 没多久 里边传来乒乒乓乓的声音 一直持续到黄昏 恒远大师等到夜里 确认周边没有埋伏的 打羹人和思天剑白衣 酌才离开民户 进入养生堂查看 他惊奇的发现 养生堂的大门换了新的 坑坑洼洼的地面 铺上了青石板 年久风化的石桌石等换了新的 门窗 屋檐各种用具都被修晒一新 或者干脆更新换代 身材魁梧的鲁志身 站在院子里 沉默了许久 管理养生堂的老立员 睡眠前 听到动静醒了过来 提着灯笼出来查看 他惊喜了一下 恒远大师 你回来了 你不用去化缘了 朝廷刚刚拨了款 弥补了往年拖欠的银两 下午还派工匠修起了院子 拨款 恒远大师低声说道 老立员的欣慰 回答 是啊 两百两银子呢 院子里的老人和孩子们 来年的开支有了 我明天打算给美人配一套冬衣 唉 真及时啊 要不然很多老伙伴都挨不过冬天了 徐清安半夜被惊醒 心里是一阵恼怒 新人说你大爷的哪个神经味 大半夜的水群呢 他抽出枕头底下的镜子 走到桌边点亮蜡烛 看了一眼信息 一号 三号 你们是不是发现我的藏身之地了 死光头 你大半夜的不睡觉 吵什么吵 二号脾气很大 似乎也被吵醒了 发生了什么 金莲道长冒泡了 提醒天地会成员 六号肯定是遇到什么事了 一号没有说话 应该又在亏评 徐清安摸不清状况 同样没有开口 没想到藏身之处这么快就暴露了 说了也无妨 我在东城的养生堂 把我救下来的孩子都送到这了 这地方一直苟延残喘地维持着 几个同样没地方去的老立园 还有一群无家可归的孩子 孤寡老人 可是今天朝廷突然记起了这个地方 派人修起了院子 异补了网民拖欠的银两 那老立园曾经去过几次户部 都给赶出来了 我知道 没有特殊原因的话 是不可能有银两拨下来的 如果是大耕人找过来 六号不会吃惊的 但是一号和三号 能这么快查出他的藏身之地 让鲁志深大吃一惊 不是我 一号当即否认 不是一号 那只有三号了 三号不愧是白鹿书院的读书人 他因为凭远博的案子 插出了六号的跟脚 但没有采取任何对六号不利的举动 反而默默无闻地在背后帮助 三号不愧是读书人 天地会成员们 心里生起了些许的钦佩 对三号的人品愈发认可 三号是你做的吗 许清安保持沉默心 想着不是我 我没有 您别抬举我 不解释就当我默认了 如果事后大家知道真相 我同样可以说我也没承认呢 另外 许清安想到了一件事 前天 他把六号卖给魏冤了 以魏冤的手段 根据他提供的线索 要查出六号的位置并不难 六号救了那么多孩子 如何安置 换成许清安 第一选择肯定是查京城各处的养生堂 再根据六号的说法 除了魏冤 谁能使唤得动朝廷的人呢 当然一号也有这个能耐 但他刚才否认了 查出了杀死平远博的凶手 却没有缉纳 反而弥补了拖欠养生堂的银两 遣人羞弃了院子 魏冤 昏暗的烛光里 许清安低声说道 第九十四集 凶杀案 早起的许清安刚来到后厅 就听见许灵音吵吵嚷嚷嚷的声音 他光洁白嫩的小脸上 冒了一颗红艳艳的痘痘 赖一下就很疼 婶婶骗他说 这是脸蛋子上长了虫子 虫子在吃他的肉 明天他就毁容了 将来也嫁不出去 许灵音不在乎自己能不能嫁出去 但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可爱的小孩 将来会和母亲姐姐一样的漂亮 成为优秀的捣蛋鬼 听母亲这么说呢 他伤心的悬然欲气 所以说 婶婶也是蔫坏的人 连自己的幼女都骗 还洋洋得意 在边上嘲笑 大哥 许灵音摇着小屁股 跑到大哥面前 一个急杀 侧着脸 短短的指头 点着自己的脸颊 憋着嘴 我要毁容了 你这不是毁容 许清安摸了摸他的脑瓜 你这是美的猫泡 什么是美的猫泡 就是将来 肯定比你娘和你姐姐漂亮 许灵音相信了 很开心早饭吃了三碗粥 到了打羹人崖嘛 负责日寻的许清安 宋廷风和朱广孝三人 结伴在大街上溜达 你这口刀不错呀 宋廷风察觉到许清安 挂在后腰的佩刀 样式变了 许清安单手按刀 拇指一条 让黑金刀出鞘三寸 又迅速回鞘 笑容得意 苏天剑送的 他没说是监证送的 说了也没人信 万一信了 传扬出去 还会惹来寄予者的目光 法器 宋廷风和朱广孝眼睛一亮 许清安摇头 不是法器 没有明刻阵法 唯一的特点就是硬 这点倒是与许清安很吻合 内城街道宽广 四通八达 许清安买了许多小时 分给两位同僚 边吃边走 日寻有日寻的好处 除了打羹人之外 还有寻成的御刀尾 斧牙的捕快等 这让打羹人的工作压力减弱许多 可以有时间摸鱼 走累了 进茶馆喝茶听书 也可以勾拦听曲 走着走着 许清安脚下踩到了硬疙瘩 他目视前方几乎没有停顿 弯腰捡起 动作过于自然流畅 表情过于平静 以至于宋廷风和朱广孝 以为他只是做了摸裤管 拍靴子之类 平平无奇的动作 没有发现这位新同僚 刚才捡了三千银子 许清安捏着银子提议 勾兰听曲 如何 宋廷风和朱广孝迟疑了一下 好 三人轻车熟路的进了勾兰 来到二楼的雅间 桌子摆在栏杆边 客人可以一边喝茶吃酒 一边俯瞰大唐舞台的节目 舞台上正进行着一场杂剧 后天是陛下祭祖的日子 你们应该有过几次经验了吧 许清安打开话题 顺带向两位同僚求取经验 我们只要守着桑坡湖边缘就行了 祭祖大典在桑坡举行 这个你知道吧 宋廷风嚼着花生米 戳了一口小酒 许清安点了点头 桑坡是皇城外的小湖 恰好在京城武卫军营的拱卫之中 打更人的任务很简单 就是维持秩序 保护皇室宗亲的安全 祭祀流程有太长寺和礼部负责 外卫的巡逻 有御刀卫 金武卫等皇城进军 看完一场杂剧 宋廷风闲无聊 喊来劳宝 恶请 打扮花枝招展的一群姑娘就进来了 笑阴阴的站成一排 朝三位贵客抛媚眼 许清安三人身上的打更人制服 还是非常唬人的 许清安三天内不想碰女人 炼气精的舞者不需要禁欲 但也要截止 不能放纵 你们听我说 他招了招手 在两位同僚耳边低声说了一句 宋廷风和朱广 笑难以置信的盯着他 仿佛在说 你是禽兽 挑了两个面容交好的女人后 两人没出雅间 而是进了礼屋 勾兰这种地方 当然不会纯粹听曲 大多时候是一边听曲 一边呢 完成了生命的传递 勾兰就相当于前世的演唱会 加码戏团 花样真多呀 真好看 许清安喝着酒 小口吃菜 兴致勃勃勃的欣赏 临近中午 三人离开沟兰 因为一肚子的糕点 茶水 小食和酒 午饭索性就不吃了 宋廷风眯着眼心满意足 今天玩的还挺尽兴 这算什么呀 许清安撕嘴 宋廷风一脸陌生 但不妨碍他的兴趣 什么东西 我也不太清楚 许清安耸耸肩 毕竟这游戏有钱人才玩得起 宋廷风一脸你在逗我的表情 那你给我说啥呀 许清安无奈 边走边聊 忽然看见前方一队穿功服的斧牙不快 快马加鞭的赶来 为首的是个女子 身材高调 五官秀丽 眉毛比一般的女子浓 英气勃勃 吕青一眼就看到了三人 毕竟 打羹人的拆服又帅又惹眼 当即勒住马匠 在马匹高高扬起千蹄的长丝中 声音轻悦 许公子 又见面了 两位 别来无恙 喊他许公子 到我们这儿就是两位 合着我和广孝 只是俩没名字的小角啊 宋廷风脸上笑阴阴 双眼眯成了一条缝 多日不见 吕捕头 愈发得英姿飒爽 吕青闷嘴一笑 随后想起正事 开门见山 三水街发生一起命案 也在你们巡船的范围内 既然遇上了 就一起去吧 有命案 宋廷风脸色一素 行 旅捕头先去 我们后边跟来 许青闷和同僚赶到了三水街 在一处宅院门口 看到了府衙不快 拴在路边的马 进入大门 穿过院子 看见几个府衙快手 在问话 家中女眷们 红着眼圈 哭哭啼啼的 吕青在屋内 不在院中 许青闷试着 容貌娇好的女主人 死者是你丈夫 女主人瞅见 打羹人的差符 温顺的点头 一边用手帕摸眼泪 许青闷 在他玲珑浮屠的身段上 扫了一眼 把你儿子喊出来 女主人不懂 这位铜锣的想法 遣仆人去了 几分钟后 仆人领着 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出来 还有吗 只有一位独子 女主人把孩子 揽在了怀里 是我想多了 许青安放心的点点头 越过众人 与两位同僚进了屋子 这是一间书房 死者就趴在书案上 干涸的鲜血凝固 覆盖半个桌面 出血量很大 仅时看一眼 许青安就孤策出 对方被割破了喉咙 吕青带着两名府衙的快手 在检查书房的角落 门窗和房梁 有没有什么发现 各处完好 没有被撬动的痕迹 也没有翻窗的脚印 房梁上同样没有 熟人做的 这么快得出结论 知道许青安是高手 众人没有反驳 看着他等待解释 许青安绕着死者 走了一圈 门窗完好 房梁没有脚印 基本排除是闯入书房 行凶 死者坐姿端正 从趴桌的角度来看 是一瞬间死亡 没有挣扎 这说明死者与凶手 是认识的 不但认识 还是让他非常敬畏 或害怕的人 何出此言 吕青虚心求教 死者应该不是读书人吧 吕青不明白 他这么一问的意思 今无畏小器官 嗯 正常人 在家里书房坐着 应该是放松的 惬意的 不应该是这么端正的 一丝不苟的坐姿 除非面对的人 让他不得不恭敬对待 另外 死因乍一看是割喉 但我猜 真正死因 是这里 徐清安 抓起死者的头发 把那张惨白的脸抬起 屋里中人看见死者额头 有浅浅的凹险 第九十五集 桑坡 割喉不会当场死亡 凶手手法很利索 没有割喉管 而是直接把侧面的静动脉 给割断了 一看就是老手了 在徐清安前世 割断静动脉 属于神仙难救的致命创伤 必死无疑 但是 这不会造成当场死亡 而这位小器官 直接趴在书桌上死掉了 没有挣扎 没有让鲜血 溅得到处都是 由此推断 死因 并不是割喉 真正让他当场死亡的 是大脑受到了致命伤 没有反应的机会 没有挣扎的机会 当场去世 凶手击碎了他的额骨 然后一刀割喉 干脆利落 盯着死者额头处的浅坑 众人脑海里浮现了画面 徐清安摸了摸死者的身体 仔细观察后 死后僵直便及全身 尸斑不在位移 脚膜相当的浑浊 死亡时间超过17个小时 也就是说 凶手是在夜里杀人的 我建议从这几个方面追查 一 府衙近期开的夜行评书 二 询问遇到位是否在附近 遇到可疑人物 三 询问负责夜巡 该区域的打羹人 四 询问家属死者近期的人际交往状况 半天没人说话 吕青等人愣愣地看着他 这 这就好了 给出方向了 这才多久 就做出清晰明确的推理 并以此为基础 给案件的侦查指明的方向 尽管知道徐清安是破案高手 可众人心里依旧生起太快乐的情绪 吕青想了想 先让武作检查一下吧 一般遇到人命案子 捕手们都会带上武作 先进行初步的检查 这样能更好地结合现场的蛛丝马迹 进行推理 武作给出的结果 与许清安的判断差不多 甚至不如后者详细 宋廷风和朱广孝还好 吕青几个府衙快手 对许清安油然而生敬佩之意 可惜了 他已经是大庚人 府衙要不过来 吕青在心里惋惜的叹口气 如果这么一个优秀出色的同僚 与他缉拿犯人 堪破案件 真是人生一件快事 吕青喊来外面问话的快手 询问他们的问话收获 得出的结论是 死者近期没有与人结仇 昨夜没有客人来访 死者近来精神状态良好 已是没有头绪的吕青 眉头紧皱 死者只是一个小奇观 排除了仇杀 那会是什么原因呢 让凶手深夜入宅 杀人行凶呢 许清安在他身边 轻声说道 吕青有丰富的行侦经验 文言谋在一亮 当即喊来死者原配 家里是不是突然多了银子 或者刘汉与你说过些什么 那面容娇好的妇人 努力回想了许久 前几天 夫君他倒是说过 要带我们离开京城 去外头过潇洒的日子 吕青和许清安相识一眼 具体是多少天前 一旬左右吧 夫人也记不太清楚了 离开院子的路上 吕青沉声说道 他收受了贿赂 被人灭口了 许清安点了点头 这是非常合理的推测 他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一个小旗官 会因为什么事被灭口啊 许清安想了想 像是捕捉到了什么 没记错的话 金吴卫负责内城的东城门 和皇城的东城门 这话已出 所有人脸色微变 或许我们应该去见一见 刘汉的直属上司 先回衙门上报此事 领了牌票后 再登门问话 刘汉的上司是金吴卫百户 虽然都是百户 但金吴卫的地位 可比玉刀卫要高太多了 后者是单位保安 而前者是领导的保镖 许清安等人要上门问话 得有衙门发的牌票做平整 类似于上辈子的搜查令 回到打更人衙门 将此事上报给李玉春 春哥非常重视 此事甚是蹊跷 不过皇城守备森严 一个小小奇观 翻不及什么了 赵黎文化便是 金吴卫自己会查 另外陛下祭祖的日子 马上就到了 我们的重心 应该放在这件事上 当即给了牌票 在打更人衙门等了片刻 吕清等府衙的快手 风风火火赶来 一行人去了皇城的东门 周百户正带人巡逻 等了一个时辰才回来 得知打更人和府衙找上来 便立刻过来接见 周百户有着浓密的落腮虎 三脚眼 满脸横肉 一看就不是好相处的人 周百户 你手底下可有一个 叫刘汉的奇观呢 脸色不悦的周百户正要回答 忽然看见其中一位铜锣 从怀里摸出一张纸 以气机引燃 下一刻 他的瞳孔染上了一层青光 忘记数 周百户不动声色地 收敛了梅宇间的暴躁 是 他死了 什么 刘汉最近可有一场 没有 他只守东城门期间 有没有可疑的人和物 出入皇城 没有 守卫皇城的士族众多 单单贿赂一人是没用的 除非贿赂全部 而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贿赂你呢 周百户脸色一变 压抑的暴躁再次涌起 你什么意思 只是例行问话 周百户何必动怒啊 陛下记组在计 我们也不想关键时候出了岔子 又问了一会儿话 因为有一个忘记书的铜锣 在边上盯着 周百户有问必答 恶安耐住了火爆的脾气 直到许七安的忘记书 持续时间过去 宋廷风他笑道 感谢您的配合 我们先告辞了 带着吕青的人返回路上 他没说谎 或许 刘汉是因为其他未知的事情 被灭口啊 最近案子 赞起搁置吧 祭祖大殿为重 后天 就是皇帝祭祖的日子 任何事都要往后挪 告别吕青等人 许七安在偏厅 推敲了整个过程 吴果 便将刘汉的事情 抛在了一边 庚子年十月十五 贾子日 以祈福斋教祭祀先祖 很快 皇室祭祖的日子来临 许七安对此并不陌生 每年的这个时候 内城的城门就会关闭 身为玉刀位百户的二叔 在今天会被调到内城戒严 内城百姓被要求 待在家里不准出门 类似的祭祀 在开春时还有一次就是祭天 祈求今年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从昨日开始 内城的客栈便被逐一排查 把江湖客通通的赶到外城 酒楼歇业 客栈不得留宿 身为打耕人的许七安 被安排在桑坡 负责站岗 桑坡是一片小湖紧挨着皇城 湖畔种着一棵棵柳树 这个季节 柳叶还没抽牙 水面搭建着曲折的长廊 连接湖中心的汉白玉高台 台上有一座庙 匾额书写四个留金大字 永镇山河 祭祖的地点就在这里 桑坡不是普通的湖 它有一段让人津津乐道的历史 与大凤那位开国皇帝有关 相传桑坡古称玄武湖 湖里住着神兽玄武 有一次 大凤的那位开国皇帝 起兵失败 带着残部逃到桑坡时 胆尽凉绝 正绝望之际 湖水沸腾 玄武疲拨斩浪而来 他背上插着一柄 斩天灭仙的神剑 玄武说 他在此地等待了数百年 等一位天命之人 说完 奉上神剑 踏拨而去 那位开国皇帝得了神剑 在湖中悟道三年 破关而出 重新集结兵力 从此百战百胜 推翻了腐朽的前朝 统一中原后 大凤便在桑坡建立帝都 桑坡是大凤开国皇帝的正道之地 有着非凡一般的象征意义 因此 大凤皇室每年都会在桑坡 举行祭祖大典 湖上的庙里 供奉着那位开国皇帝的法相 刘邦还展白蛇起义呢 也不知道这段传说的水分有多大 许清安眺望着湖中的高台 心里复飞